沒問題 牠篤, 先喝水 好, 出來走走, 習慣得比較精神 是呀 阿德, 岳父 你最近的精神和身體 也不太好 早就出來吹風不好的 出來走走 比在家裡鋪塵好 萬一凍親更糟了 最近你為了那件事 受到打擊了 我甚麼風浪沒見過 打仗的時候 我還三槍也死不去 在食人不吐骨的雙腸裡面 我輸了一條內褲 也站在你身上做龜靈膏 我人很硬的 對, 岳父你的硬朗堅毅 我們很多年輕人都望塵莫及 不過岳父, 既然你的身經百戰 有沒有想過享福了 現在你暗示我退休 歸時有千多人等我讓 我退休他豈不是拿刀 其實這樣也不是的 歸時的制度也這麼完善 岳父, 你可以放手給客人 幫你看著 如果再不放心的話 早上上公司巡查一下 然後喝一下茶, 湊一下孫兒, 游一下水 然後到下班的時候 五點多鐘又回公司巡查一下 岳父, 其實你都忘了這麼多年了 也是時候享受一下生活 退休的生活用你教我 不是, 岳父 我只是不想你這麼粗勞 你不是想我不粗勞 你是想坐龜氏總裁的位子 你不用粗勞了 你還沒夠乾淨 你不能粗勞的 做著安分的奴才 蘇菲, 你租了甚麼垃圾碟回來的 我都說叫你租了魔鬼怪英 狂斬十條街給我看的 皇帝女兒, 你現在大肚子要胎教 那當然要看溫情片 才能夠平衡 平甚麼?平 看完這些片子 翌日生兒子出來 一點殺傷力都沒有 那怎麼生存 阿甘, 給我倒杯汽水 阿甘, 給我 你現在粗身大小 不要喝生冷的東西 如果頸殼就喝燉品 我燉了東西 一陣藥味, 我自憎… 苦口涼藥嘛, 自憎 對你也好, 對孩子也好, 喝吧 小姐 對了, 你知不知道 這些不是藥味 這些是人心紅棗味 乖乖的喝吧 大媽, 我不是你親生的 為甚麼你對我這麼好 難道這些… 你想到哪兒去 你不要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福 其實我不是對你好 我是為你肚子裡的寶寶著想 也是為拿督好 因為他想抱一個 肥肥白白的孫子 所以我想你生一個 肥肥白白的寶寶出來, 明白嗎 妹妹, 大媽對你一番好心的 你是不是乖乖的喝了 你看你們兩個 大媽、小媽, 一條心 如果真的想我開心不悶的了 你們兩個應該爭風喝醋 熱鬧點讓我看 那如果你嫌悶的 不如我打電話 叫小磚和Ivy上來跟你打牌吧 他們兩個人現在拍拖了 我說輸錢給他們 也不肯上來打 如果真的這麼想打的 那我跟蘇菲陪你打吧 大媽, 三隻腳怎麼打 那可以叫甘姐下場了 不是吧, 甚麼身份 不跟她打 那你又說悶嘛 我悶而已 打牌這件事 我絕對不吵架 巢皮金 又沒有品味又沒有氣質 想我跟她一起打麻將 不用自已 小姐, 電話 小姐, 電話 誰 Judy 打牌? 好… 你慢 快點, 快點 快點 美美, 喝茶 有牌打, 才有人生樂趣 悶死人了 行 Judy, 你又包了 Judy, 你怎麼這麼好 Judy 你們每個人都是高手 我這個幼稚園心 真是不夠打的 阿督太太, 你打吧 不用了 當然不用了 他來這裡就負責 斟茶遞水服侍我的 阿菲, 肚子餓 你去餐廳吧, 買點東西給我吃 你想吃甚麼 你肚餓嗎?不用自己出去的 打一下叫人進來吧 今天有菜單 我想吃春爐的酥皮蛋撻 這裡沒有, 美美 不用客氣了 剛才我先生送我來的時候 我叫他去逛街買的 那些送給蛋撻, 很有名的 他應該來了 你怎麼這麼疼你 蛋撻給你買了 美美, 我們先走了 有沒有搞錯? 人家一圈都沒打完, 讓人走 為甚麼?你現在不抵人家有牌打嗎 不是吧, 我只顧著你拿刀爸爸 拜託你不要這麼辱麻 爸爸, 已經犯歸事了 對了, 他已經到時候下班了 不如去接他下班吧 你不是吧, 這麼不通氣 爸爸有媽媽照顧嘛 妨礙人家撐抬腳 這麼快, 閉嘴 你不是吧, 在我後面上淚淚淚淚 我想, 我現在的手紋漆漆 你搓一條毛巾給我抹手嗎 這裡面有毛巾 表姨媽媽, 我又不習慣公眾毛巾 我這裡有小手紋, 我一定給你抹 快點回來, 別跑了 快點回來 這麼巧, 娜叔太太 我和薇薇來打架而已 朗 我想你叫我賴衣服比較適合 你其實… 其實我要跟你說的話 上次在休夏三房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我不希望你再借衣接近我 或者是我的家人 我沒有, 這次也是Judy主動約我們 誰約誰也好 總之你不要全有甚麼幻想 今晚的慈善鬍子 真是一點氣氛都沒有 那個師徒太太捐了個胸口針出來 那塊翡翠薄那張紙, 抵駕成三萬又一刻班 哪有這麼大的水魚去投 老婆, 兒子上一個學期的學費 你還沒匯過去嗎 匯過去了 匯過去, 那學校又寫上來吹 還沒匯過去嗎 我一時不記得, 你知道我多忙 買衣服你也記得 你每次都忘了交學費 兒子早晚被人趕出校 怎麼這麼嚴重 遲交而已, 又不是不交 你這件事都忘了交, 你看 信用卡上個月你又忘了交 交了, 交了minimum payment 你知不知道信用卡的年額是二十四厘 為甚麼你在買衣服就失控了 同一件衣服, 用不著買這麼多款式 不同顏色的, 我不用跟別人撞衣服 你買這麼多東西有甚麼用, 都穿不完 你的衣服很多連牌子都沒有剪 我可以買出去的 時裝時裝, 過了時就不值錢了 你老公我賺錢也很辛苦的 每晚都很辛苦吧 你別以為我不知道 你請那個大露台戰彩 都給了十萬 出手這麼闊長, 甚麼意思 你這陣子經常約那個拿督的女兒打牌 每次輸錢給人又是甚麼意思 我這是打關係的, 我不像你這樣 浪費錢在無謂人身上 那個大露台怎麼值十萬 那你每次輸錢給人又很值得嗎 遲早有回報的嘛 你不要忘記 以前我們做貿易的時候 欠落龜氏集團一大忽錢 能買得住這個刁麻女 甚麼事都以為了 希望你這次的投資不是錯誤 我告訴你, 你玩一時玩, 不要卸我面子 要不然, 我不會幫你做這台戲 好嗎? 楠, 先吃碗糖水 好 這陣子當然很忙 又要顧著四海的東西 又要顧著歸時的東西 沒辦法了, 進了四海 難道叫人做我的份嗎 而且歸時的東西 我不想多拿爸爸這麼辛苦去理你 我也叫你爸爸不要這麼早上班了 好, 先休息一下吧 歸時的東西, 有你和子豪理就行了 那適量的工作 對拿多爸爸都有好處的 趁熱吃吧, 不然冷了 非煙... 是不是太甜了? 不是, 非煙 你最近好像心不在焉那樣 好, 是不是有甚麼事 楠, 我承認這件事會穿布 明明吃飽無憂迷 我怕天天會耍我 如果這個時候 讓你害得爸爸知道 他一定會更難過 對, 你剛才跟何爵士說了這麼久的電話 說甚麼?是不是阿羅有消息 有消息我就不是這款 那不是談甚麼? 那不是談甚麼這麼久 那不是談她的女兒和阿楠的事 她的女兒? 只有十四歲而已 她不是這麼快想嫁女兒是嗎 十四歲那個小女兒 現在大女兒剛在外國畢業回來 不過我們阿楠已經有了痕了 我知道 不過我早就答應了跟何爵士做親家 答應?口頭上而已 我們沒有婚約 人不可以沒有信用 她...她的女兒的條件不錯 你不是真的想處理他們嗎 不是, 吃一頓飯多過選擇 那是甚麼意思? 何爵士就要讓我們去吃飯 你通知阿楠吧 兒子大了, 甚麼都要問她的意見 尊重她才行 我現在不是找人去指著她 娶何爵士的女兒嗎 吃一頓飯而已 就當給我面子, 行不行 算了...你別這麼生氣 好...我和你約阿楠 看她有沒有時間 阿楠, 其實你昨天已經答應了 今天晚上跟我吃飯了 你今天不用特地生長水 出來陪我吃午餐 我知道你很忙的 阿楠, 其實我今天陪你吃午餐 那時候是想補償 今晚不能陪你吃晚飯的 是不是拿到回來之後 我給你做了很多事嗎 始終都是自己家的生意 他全靠你 是吧 我告訴你, 你做事還做事 你小心自己的身體 阿敏, 其實我… 為甚麼阿楠?一味吞吞吐吐 其實今晚我是和何爵士的 這家人吃飯的 和她的女兒? 我們沒事的, 只不過大家是世交 兩家人吃一頓飯而已 如果你不喜歡, 我可以不去嗎 傻了, 我又不是你誰 況且吃飯也是平常世交的活動 我怎會不想你去 我看八卦雜誌 都知道何爵士的大女兒 剛剛在英國讀完書回來 你們還是世交, 更加要去 我不想你誤會, 不如我… 阿楠, 你越年年餓餓餓 我就越而誤會 現在是甚麼年代 我們大家都是年輕人 認識多個朋友也很應該的 阿敏, 你這麼大方, 我就放心了 想吃甚麼? 沒所謂, 你說呢? 不如去吃越南野 越南野?好, 所以就像這樣 我買得到阿楠, 太好了 你怎麼做? 我買得到阿楠, 你怎麼做? 你怎麼做? 來了… 阿楠, 你好… 你這位是玲千九, 是嗎? 是呀, 小女麥傑 是呀, 你好… 是呀, 貴翁, 貴婦人 是呀, 這個是二仔阿楠 你好 是呀, 走呀 好, 起床… 來, 請過來… 馬上跑得好吃 不錯… 上次的比賽更漂亮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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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了, 這裡的東西挺好吃的 是呀 對了, 東外府, 外祥事 下星期有空嗎?深圳打一場高爾夫 好 桂枉, 如果這次打你一定要讓我 千萬不要讓我慘敗 不用了, 現在我老了 甚麼時候只有你老了 來, 喝吧… 阿楠, 有空嗎?一起去吧 歌符不是這麼巧, 我喜歡打網球多一點 我也是喜歡打網球多一點 是嗎? 是呀, 小女兒 Maggie和阿楠看來有很多共同嗜好 我說簡直是天生一對 很搭, 真是太適合 二老, 你怎麼搞的 吃飯聽電話這麼沒禮貌 Maggie, 你手提電話多少? 九五九四五六七八 好啊, 九五九四五六七八 二樓, 我幫你輸了個電話進去 你隨時可以打給Maggie 不好意思, 我幫你了 麻煩你 謝謝 各位, 不好意思, 我失陪了一會兒 你看看, 連她洗手間也一起 還不是天生一對 阿楠今天有另一個女兒吃飯 你怎麼這麼盡量坐在那裡 正常社交而已 就是了, 正常社交而已 為甚麼你不跟上去呢 還坐在那兒約我們吃香蕉船 我免得做跟得女友 而且拿刀他們也會去的 他又沒有叫我 糟了, 你說甚麼 何爵士的女兒也去嗎 他跟阿楠真是門當戶對了 你回歸拿刀 不是想把阿楠去相看嗎 連他也知道拿刀的心意 阿敏, 你不是這麼大方 把男朋友把雙手送給人嗎 我不是送給人的 但是我想就算他們搭到街上 阿楠也不一定喜歡她 我對阿楠很有信心的 男人信不過的 你快點打電話給她 讓她知道有你的存在 也不敢對那個何爵士的女兒太離譜了 阿楠一向對女兒也很有風度的 我想她不敢亂來的 萬一那個女兒像我那樣 整個香港小姐的樣子 美貌與智慧並重 又對阿楠有好感 主動投懷送舖 在阿楠心動動之勢 起碼還有你這個電話 拖一拖醒她 她也打了, 也好 電話沒電 但是其實我和阿楠 經過這麼多風浪才在一起 就算她要變心我也沒辦法 但如果有緣分的話 無論如何我們都會在一起 那倒是, 就算阿楠多壞也好 緣分也可以把你們拉在一起 你們兩位小姐有沒有聽過 聖事在天, 謀事在人這句話 你想想 如果拿督千方百計 都要阿楠結婚的 那她會怎麼樣 還有, 阿萊家下生死未卜 拿督說叫阿楠結婚來衝起 你說阿楠要不要 是呀, 阿楠沒聽拿督說的 如果她叫她一定願意 那我也要尊重她的決定 阿文, 你是不是女人 有雪糕了... 她現在家裡這麼多事發生 我不想令她們更加不開心 難道讓你娶了何爵士的女兒之後 你就當她的兒子了 是呀, 不要了 我有電話我借給你打給阿楠 不用了, 我不想妨礙她 不要拜大方, 讓我來幫你打 不要, 我不想阿楠做 阿文, 看看你現在的樣子 沒有性格 你中了她的毒, 甘花就放了她 你不能救了 怎麼樣?打給誰? 打給阿敏 你說一說 對何爵士的女兒印象怎麼樣 不錯 好, 還有呢?大方得體 那值多少分, 外營 我想起碼值八大分吧 跟你石敏怎麼比 我以前一輩子轉橫囂張 只有我說沒人說 我想你們一定很討厭我 阿多伯 我明有過, 你有過, 權有過 有兒有女就來抱孫了 本來是一生無憾的 可是我認識阿羅 阿多伯 我以前用極權的方法來管治你們 因為完全在我控制之下 就是最好的照顧 完全不管你們的感受 阿萊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過了大半生 阿多伯, 現在我想補償 沒時間了 阿多伯, 你在我們心目中 永遠都是一個好爸爸 那就是說 我說甚麼你也聽 包括娶何爵士的女兒 我知道, 我現在叫你娶誰你也聽了 阿多伯, 或者我跟她何爵士的女兒拍拖 如果娶何爵士的女兒 你一輩子都不安心了 現在我倒轉樓下喝石敏水母茶 阿多伯, 你真是個好爸爸 我只剩下一個兒子